《 變形金剛 4 》 《 變形金剛 4 》 終於上映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看呢 沒看也沒關係 《 變形金剛 賽博坦大戰》的最新系列作 《 變形金剛 暗火崛起》 也緊跟著電影推出囉 這次玩家們會看到 博派金剛和狂派金剛互相爭奪暗火這個神奇的東西 隨著戰爭越演越烈 能夠變身為昆蟲或是恐龍這些生物型態的變形金剛 也正式加入戰局 是不是越來越精彩了呢 本作的玩法跟前幾作大致上相同 玩家們在故事模式當中 會接連玩到博派和狂派的重要角色 並且以他們的觀點來加入這場戰役 在大戰中 變形金剛們用的不再是自己本身特有的武裝 而是要從軍線庫中獲得 並分為主要武器和重型武器兩種 每一台變形金剛都能夠使用這些武器來戰鬥 但是如此一來 變形金剛們不就一點特色都沒有了嗎 嘿嘿 話可疊說得太早 每個角色都有各自獨特的技能可以使用 像是陰波能夠召喚雷射鈕來幫忙攻擊敵人 而博帕的武士Drift能夠使用Blind Dash 對周圍敵人使用武士刀連續攻擊 本作還有許多的小任務能夠讓玩家們挑戰 只要挑戰成功就能夠獲得相對的獎勵 這些獎勵寶箱有銅鐵金和至尊等級 打開之後會隨機解鎖角色 武器以及一些方便的道具 解鎖之後的角色 玩家們就能夠在多人模式當中使用囉 這一代的多人模式可供四人合作遊玩 玩家們要選擇站在博派或是狂派陣營 一起抵抗敵人的攻擊 敵人總共有15波的進攻 玩家們必須要互相合作 才能夠成功抵擋敵人進攻 如果有隊友被打倒了 千萬就要趕快去救他喔 不然死透了就要等到下一波攻擊才會復活了 多人模式打倒敵人 所獲得的金錢可以用來升級設施 有補血塔 火炮塔 還有幼兒等等 所以可別吝嗇 多幫忙隊友升級一些設施 對戰鬥可是非常有幫助喔 而這次的賽博坦系列也首次跟電影接軌 劇情上將會有銜接之處 喜歡變形金剛的粉絲們 一定不能錯過這次的變形金剛暗火崛起喔